平均9点多 9点多 3点多 发现3点6 市长又提醒你第二次了 代表这两题你也不知道 议会总咨询了一整天 轮到高雄市议员宋立斌 马上就给了局处首长一个震撼教育 他出了几个题目 考了考高雄市副市长罗达生 不过这个举动 似乎让副市长有点招架不住 你主管的财政局 这都在局势你主管的 数字非常多 来 再来 好 未满一年公债会长完多少 未满一年大概 抱歉这个我要去查一下 来 好 平均每人负担公务债务多少 每人负担 抱歉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 要去查一下 来 好 很好 那代表说我刚问的你也都不知道嘛 是 是 情绪相当高昂 背后的原因是宋立斌认为 高雄市的副市长一直没有补上第三位 是否让两个副市长快要吃不消 高雄市目前只剩下两位副市长 有可能会去耽搁到另外一个监督的 一个其他局处的一个业务嘛 那如果今天没有补齐这个副市长 那我是不是代表说这两位副市长 有真的有时间和空间再去管理其他的局处吗 宋立斌接着提到有许多局处都未达到法定编制原额 离职率高 严重的人才荒 业务量繁重 一人当三人用 而现有养工处更是严重 人力不足 养工处所维护的道路是全台4.6圈啊 154人管台湾4.6人啊 他要怎么管 高雄市政府目前为止在城市长上任以来 他的流职力流动力是最高的啦 那为什么会最高 因为他的目前为止 他从中央去争取的一个公务预算 和建设很多 所以导致这些公务部门的 包括这种公务局 那养工处 新工处 或者是这捷运局 或者是一些那个水利局 这些工程量太大 导致他的编制里面 原本只有数十位人员 但他的量有可能变成 是二三十位的一个人员 要需要的量 宋列宾表示高雄市政府应该思考 如何尽速补齐基层人员人力 更在总质询的尾声举出手持看板 表达出自身不满 并指出市长承诺跳票 安水啊 今天再让我骗一次啊 是不是啊 代表我今天这些人 你是不是医疗 也都拿这些话 我不好意思来讲 今天再让我骗一次啊 这像我一百公公年 到现在推动的 那么多人来做 所以我也举出很多的一个案子 他那个市长完全都答应我 意识上都答应我 但却现在连影子都没有啊 所以是不是代表市长的承诺 是一种让我觉得是一种 扒拉票啊 可以看到议场中炮火猛烈 宋列宾认为 市长有些承诺的事项没有做到 究竟该怎么做 才能让各界都满意 还有带市府团队讨论改善 记者曾光沛中书亭高雄采访报道